霍振庭是霍云东的敌长子 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霍云东的好帮手 霍振庭英语非常好 而且社交能力非常强 霍云东在当年国际上为中国体育界奔走 就常常带着霍振庭 当时霍振庭已经是父亲的好帮手了 霍振庭性格威猛而亚 能力出众 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而且霍振庭跟父亲一样都热爱祖国 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 不过许多人好奇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1996年 霍云东为何不支持霍振庭从政 反而要支持外人呢 九七之后谁将成为香港一哥 可以说是一个关注度非常高的人物 当时香港世家子弟都知道 谁可以出任这个位置 绝对可以名垂侵蚀 当时连鲍玉刚的女婿吴光正都不惜放弃了自己的千亿帝国 参加竞选 除了吴光正之外 当时的参加竞选的人物 个个来头都不小 1996年 霍云东73岁了 这个时候的他 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 都是算得上德高望重 而且权力非常大 作为副国籍的他 绝对可以起到一言九点的作用 如果霍云东年轻十几岁 那么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就是霍云东自己 只是当时他是一个年事已高 第二 是他的身份地位已经非常崇高了 所以 如果他再出任这个位置 难免是大才小用之嫌 其实霍云东自己不做 他也可以支持霍振亭去做 霍振亭当时刚好50岁的年纪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而且霍振亭的能力 地位 背景 也绝对可以胜任 另外 霍振亭对于香港 内地的情况都非常熟悉 其实也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 不管是于公于私 霍云东支持霍振亭从政 在当年看来 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 不过 最终霍云东没有这么做 那么霍云东为何没有这样做呢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有出息 那么面对历史绝佳机会 霍云东为何主动放弃 最终霍云东转而支持董浩云的大儿子 最终也让他击败了包裕刚的女婿 吴光正成功当选了 或许霍云东也有自己的考虑 因为坐上了这个位置 就等于坐上了刀山火海一般 霍振亭能力虽然出众 但是性格上过于随和 并不是真正合适这个位置 霍振亭多年来 一直从事体育工作 体育界相对简单纯粹一些 没有政界那么复杂 如果霍振亭处理不好 反而会累积家族 另外 当时霍家已经足够耀眼了 中国人讲究越满则亏 如果霍云东把香港的万千宠爱 都集中于自己的家族身上 其实也不是好事 基本种种考虑 霍云东最终支持了外人 而没有支持霍振亭 不过霍云东也是在为自己家族祭福 为何这么说呢 霍云东支持了董浩云的儿子 于是董家跟霍家的关系就非常密切 加上当年霍云东曾经帮助董浩云家族东山再起 等于说董家就欠了霍家一个巨大的人情 霍云东知道自己去世之后 家族就没有人从政了 那么必须就得给子孙 在政界留下一个大靠山 霍云东如此帮助董家 也是基于此考虑的 2006年 霍云东去世 霍云东家族也陷入了低迷 霍云东帮助董家这个事情 很快就体现出了作用 2011年 霍振亭的弟弟 霍振宇 把家族成员都告了 要求二哥霍振环 把家产交出来 这个官司闹了很久 当时双方谁都不服谁 最终这是董浩云的儿子出面 帮霍振亭三兄弟调停了这场官司 最终大家达成了协议 霍振亭 霍振宇 评分200亿家产 剩下的100亿家产 交给二房跟三房的人评分 其实不仅仅如此 霍启刚已经宣布要从政 马上就要参加议员的选举 以霍启刚的资历 选举成功是肯定的 议员不过是第一步 随后霍启刚一定会继续深入从政 霍家第二代没人从政 现在第三代有人从政 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时候 董家已经有权力跟影响力了 他们肯定会反过来继续帮助霍启刚的 霍启刚也可以在政界得到一个强有力的引路人 可以说霍启刚未来在政界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另外对于内地来说 如果霍启刚未来可以成为香港一哥 也是最好的结局 以霍启刚的年纪来说 至少还需要历练十年 他应该会在未来十年中 先到一些重要岗位锻炼 然后在十年之后才是他真正爆发的时候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李嘉诚为何不敢再找老伴 有个特殊家族制约他 不能随便给名分 说到李泽凯 除了想到他的电讯银课以外 很多人还会想到梁洛诗 因为当年梁洛诗给李泽凯生完以后 李泽凯却一直没有娶他 后来他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但是后来梁洛诗提到了李泽凯 并且还说 婆婆把儿子李长志视为掌上明珠 但是这件事就奇怪了 因为梁洛诗所谓的婆婆 应该是李嘉诚的妻子庄月明 但是庄月明在20年前就已经去世 而李长志是在2008年出生的 因此梁洛诗口中的婆婆 显然不是庄月明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说的婆婆 应该是指李嘉诚的知己 周凯璇 其实周凯璇也一直没有得到名分 在庄月明去世后的四年以后 李嘉诚才跟周凯璇相识 可能有人不知道 庄月明其实是李嘉诚的表妹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感情很深 但是庄月明却打破习俗 喜欢上了表哥李嘉诚 而父亲庄敬安 自然是极力反对两人的婚事 李嘉诚家境贫寒 在乱世中 母亲把李嘉诚 送到了香港舅舅庄敬安的家中 庄敬安把李嘉诚 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但是却并不能接受女儿 嫁给李嘉诚 事实上 并不是两人近亲结婚 主要是因为李嘉诚当时还是个穷小子 庄敬安觉得 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在当时 庄敬安在香港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作用亿万资产 因此 他对女儿的婚事也非常重视 庄敬安不知道李嘉诚 未来能否出人头地 所以不敢贸然让他跟女儿结婚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李嘉诚在35岁时 就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因此 庄敬安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其实 李嘉诚的成功 离不开庄敬安的帮助 他创办塑胶厂的前 都是庄敬安资助给他的 因此 李嘉诚一直对舅舅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更是对妻子庄月明百依百顺 因此 在庄月明去世的时候 李嘉诚为了尊重他 一直没有再找老伴 其实李嘉诚没有续嫌的原因 还有一个 那就是李嘉和庄家都是香港的大家族 地位和影响力都非常高 如果李嘉诚再婚 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名誉 并且两个儿子 目前依然和庄敬安家族保持密切关系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 李嘉诚都不适合再婚 另外 目前庄敬安家族的一些成员 都是长江集团的高管 他们在公司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而且他们跟李嘉诚也经常接触 所以李嘉诚为了保持良好关系 尽量不让自己产生一些风言风语 庄敬安的三个儿子都是百亿富豪 而他的三女儿庄月明 是李嘉诚公司的法律顾问 当年李嘉诚投资东方广场遇到了困难 就是庄月明帮助他解决的 庄敬安的女婿 甘庆林也是一位大佬 她在长江集团是二号人物 跟霍建林有着同等的地位 可以说 李嘉诚发展企业离不开庄敬安家族的成员 因此 他不会贸然去娶另外一个女人 除此之外 周凯璇的年纪 跟儿子李泽聚 李泽凯的年纪差不多 如果他成为家族中的一员 人物关系未免显得有些尴尬 所以 李嘉诚最多也只能把周凯璇 当成自己的女友 这或许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